我要大大的34 來的生日蛋糕很有戲 Happy Birthday to you 呼 吹蠟燭 這是台中英文老師最特別的34歲生日 因為店家美麗的錯誤 讓她永生難忘 是貼心的造型cat 不是 是因為有夠打 不是這張大啦 咱們先賣個關子 台中英名女老師上個月臉書 花了1500元訂蛋糕 還拿照片給店家 老闆 我要一個布朗尼蛋糕 像這樣子的 找型簡單就好 沒問題 那她寫什麼字呢 沒有 大大的34 大大的34 對呀 只要大大的34 當天打開蛋糕一看 果然是大大的34 讓老師跟她的外國老公噴飯 這家店真的是超屌地的啦 不過老師一家可沒因此受到影響 也擁有了一個快樂的回憶 歡迎美麗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訂 那因為她的蛋糕非常好吃 她也可以美食 也可以台灣的那種 這邊有什麼失誤不失誤 只是一個生活中的 有人不知道想說我在抱怨 沒有 我沒有在抱怨 她真的非常棒啊 很好吃 在那個Facebook那邊 她傳過來嘛 她就寫大大的34 我就以為是她老公呢 還是說她的這個小朋友的名字 就是大大 東新聞以下開放造句 什麼的34報導